1945年8月 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日本宣布投降 长达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 也终告结束 中国军民默不欢欣鼓舞 但施朝辉却没有太多的喜悦 当时他对一名日本大使馆的女职员 平贺鞋子暗身情愫 最后他对日本人 在平贺鞋子撤离中国之前 施朝辉终于鼓起了勇气 向对方表白 我以前挑一挑我 实际是没用 你不要回家 你老的中国比较好吗 他一口就说不较 你说结婚很难说 结婚我又没有结婚丁礼 又没有抗截说你是我的什么都没有 那年施朝辉二十八 平贺鞋子才十九 这段相差九岁的异国恋情 是施朝辉的初恋 个性开朗的平贺鞋子 也是他这辈子唯一承认过的旅友 八年的抗日战争刚结束 接下来长达四年的国共内战 又让中国陷入烽火战乱 占有优势军力的国民党军队 先胜后衰 节节败退 整个中国快被中共赤化 自觉洞悉中共独裁本职的施朝辉 老早就想逃脱 1949年5月 他假照路条 同日籍女友 为称自己被派往台湾工作 搭乘船只回到台湾 离开整整十二年 再回到家乡 已是二二八事件后两年 政治整数的寒蝉效应 让台湾百姓近身 不敢批评时政 施朝辉这时深感 蒋介石政权对待一己的手段 其实与中共无异 1950年2月 施朝辉集合二二八事件中 幸免云难的青年 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 30名成员收集日军 留在台湾的步枪二三十支 分三批藏于台北草山 也就是后来的阳明山施家甘园中 每天派人观察蒋介石坐车出入 准备暗杀蒋介石 台湾民族主义的意思是说 要用台湾人围族 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建设台湾变成 独立主书的国家 整料暗杀行动还未展开 1951年年底 一部分枪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 施朝辉开始遭到通气 展开逃亡岁月 他先后常溺于高雄 屏东等地的旅馆 1952年3月逃到基隆 准备搭船前往日本 当时在码头搬运香蕉的工人 头顶上都戴有一顶红帽 于是施朝辉兴起了一个念头 我当时在码头搬一顶红帽 我当时在码头搬一顶红帽 买一顶红帽 就说买的一顶红帽 我就搬金照 说我怎样搬金照 那时是红帽要领 我不敢当得到的 到那时是红帽 那时是红帽 我早就搬航台去 我早就坐那个 红帽和金照 轿软在那里 早就戳成这样 但船在日本神户靠岸后 他立即被日本警方 以偷渡犯逮捕 关了四五个月 村庄 他都纯粹以后 我们要去逛 我们要去逛逛 我问什么 他说 當中華民國說過一張外交文書來 說這個市長會 他這個是台灣叛爛的第一輸入 總教他上傳 這張 他的公眾志長證明我是政立委員 這麼說 他鄉親都會的觀點這麼說 虛弱我就在日本大了 歷經九死一生 為了在日本求生存 市長輝用過去在中國當情抱怨時 習得的廚藝擺攤 賣起大米麵和水餃 由於口味好 客人落意不絕 隔年他就在東京買下一棟五層樓樓房 開啟店面取名新珍味 流亡海外的市長輝 白天開餐館晚上為台灣人寫歷史 雖非史學背景出身 但他勤跑圖書館 專研史料 旁征博影 房間裡堆滿了數千冊的書籍 一頁頁一張張 密密麻麻的筆記 就是想呈現400年來 在殖民者統治 壓迫下的台灣史 歷經十年寒暑 1962年 台灣人400年史 第一版 六版 四十八頁巨作 終告完成 也從這個時候開始 史曹暉正是以史名 當作櫃外的筆名 日常人都說 要少人 有時候幾萬五個也有 雙新康就是資料 在日本的資料 現在國民黨方面的資料 真正都是皇帝 帝校 有的都帝校 去買參觀我們裡面的 像這個人口 他們的發表一種 實在一種 實在的都是 就要買的 由於使民的日文程度 比中文好 第一版的台灣人400年史 以日文發行 內容從17世紀初的 台灣開始 寫到蔣家政權 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這本書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它就是把民政 就是鄭成功時代 清朝 日本 國民黨 全部都把它解成 台灣的殖民史 它是用殖民史觀 來解釋台灣史 這是第一次讓我很震驚的 因為幾乎每一個 政權的一個共同的特性 它把它解釋清楚 這一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讓我震驚了 它是用左派的觀點 來寫台灣史 那它用左派的觀點 其實就是用人民的觀點 來看台灣的歷史 它不是用統治者的觀點 來寫台灣歷史 過去可以寫台灣統治 台灣中聯合同的 聯合同的台灣統治嘛 聯合同的台灣統治 當然沒有什麼 歷史 會是 改集的看法沒有啦 不然沒有什麼 台灣人的意識在裡面 什麼東西 所以變成說 有血統 有台灣人的意識 我們要改集的意識 無限 應該是共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